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谓政府的态度就要把你的所有的潜能都发挥出来 增进你的能量 完成你的使命 向你的人生的极限进行冲击 因此呢 苏格拉底自己的生活不太守规律 一天到晚直接街上走 然后他对死亡也不惧怕 死就死 他对一切采取自然主义的虚无态度 然后呢 他靠自己坚强的意志和约目的学问生活着 他居然能够活到八十岁 活到七十岁 活到七十岁 都是很不容易的 这样一个人 他这种精神的唯一之论 这种靠学问 靠预知 对日常生活的改变 实际上对身体才是生活的态度 那么孔子这一点是不一样的 孔子认为身体是父母给的 你要尽孝 你不能做侮辱父母的事情 先有身体 然后才有精神 身体是什么呢 身体是你的存在的根本 你要有了身体 你才能进行学习 才能保全你的知识 才能进行改革 所以孔子呢 身材长得很高大 孔子身体一直很健康 孔子经常带着学生到处周游世界 居然也没看孔子生什么病 孔子很主重卫生 孔子吃到肉 要经过认真的喷嚼 认真的处理 孔子的生活里面有一点情趣的 要听音乐 自己要弹琴 要写诗 很懂得文艺的 孔子这些体育都要练的 所以呢 孔子对身体采取的不是征服态度 对身体采取的是保全的态度 那么这两个人呢 从那个思维方式来看呢 苏格拉底实际上是个分析性的思想家 他把一切都一分为二 然后在一分为二的过程中呢 他就看到了这个之间的一种对峙 比方说 人有精神和肉体 世界有能和神 个人和个人和集体 人有灵魂和肉体 真理是永恒的 那么一切都是战士的 智者 能有分智者和愚者之分 能有大能力者和弱小者之分 那么他要培养什么呢 他要培养一种放大了的英雄 放大了的个人 就是培养超能的 培养超能 培养思想家 培养英雄 培养世界征服者 后来布拉罗里学生亚历斯多德 真的培养出一个世界征服者来了 这个人就是亚历斯多德 那么这样一种培训方法 主要是能量的训练 知识的训练 计谋的训练 有点像中国历史上的鬼骨子 这样的人 鬼骨子就是孙吴 那个有个大军事家孙吴的老师 彭娟的老师 他是培养这样的人才的 也就是他培养诸葛亮的 他把知识当作工具 把工具当作培养超能的载体 培养了超能才能改革 这种情况并不是孔子要的东西 孔子的思维方式叫做中庸之道 他是在不断地衡量 人和真正的道德之间的距离 孔子是怎么分君子与小人的 是不是君子能力大 小人的能力差 君子有能力 小人没能力 完全不是 孔子用的是另一套标准 就是道德的尺度 君子是有道德的 小人是没有道德的 君子是以义气相聚的 小人是以利益相聚的 君子做事情先想别人 想着大宗的 小人想自己的 君子是理想主义者 要进行社会改革的 小人是功利主义者 太难的 一切为自己 自私自利的 所以呢 他们之间的标准不一样 假如我们说 苏格拉底是培养超能的话 那么孔子的目的 就是改造人性 孔子是一个改造人性的大学文家 一部论语 讲的都是人的问题 讲的人的本性 怎么加以改造的问题 通过改造做什么呢 通过改造就要取得 世界的和谐 所以 假如说 苏格拉底认为 知识就是认识好坏 认识公正 认识正义的工具的话 那么孔子那里 知识就是修身养性的载体 所以 苏格拉底 就是一个反次序者 他对自己 也要进行反对 他要把自己 未被开发出来的能力 但充分地开发出来 让自己生活在刀锋上 进行那个刀锋体验 进行那个灵界状态 全面地锻炼自己 进入一滴水滴 做一会液体 做会固体 做会气体 然后才能知道水之何以为水 他也是反家庭者 一天到晚在家里 不回家 他也是一个现成次序的批判者 他也是个现成知识的批判者 他甚至对文学也批判 他对艺术也批判 他当时有很多大戏剧家 写了很多悲剧 喜剧 叫他去看 不去 虽然他和他们是朋友 苏格拉底只看一说一言 从里面去体会道理 他喜欢做一些 比较历史这样的学问 所以苏格拉底呢 他对自然 也就是采取一种 加以研究 然后对于征服的态度 所以他是培养强能的 所以假如说苏格拉底 在他的思想深层里面 有一种反次序的观念的话 那么孔子呢 却是一个建立次序者 孔子是个立次序 到哪里都要立次序 就是坐有坐像 立有立像 吃饭也吃饭的样子 坐轮也坐轮的样子 做什么事 都要先证明 明正言顺 所以呢 孔子呢 就是要进行 他认识的自我 不是一个有病的自我 他说自我是什么呢 是一个尚没有 尽风与见世面的自我 而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尽风与见世面 这样才能 把你培养成一个 有能力的人 孔子还认为 家和万之心 所以呢 他提倡和为贵 他认为家庭太重要了 不能没有家庭 没有家庭也就没有社会 没有社会也就没有国家 所以他特别重视家庭 家庭既是血统 又是道统 哲学家不是住在博物馆里 不是住在书本里 哲学家就要住在自己家里 就在父母 妻子 相侣 朋友 子女之间 所以对家 他不是破坏者 他要建立家的秩序 孔子是现有所有学问的综合者 他惯于做的方法 叫做如何推陈出新 孔子也是喜欢文学的 喜欢艺术的 有些艺术文学美学的见解 还特别的高明 比方孔子在美学方面的一些想法 是很好的 孔子居然这么说 认为一些美学的观念 是特别的有意思的 孔子很喜欢那个写诗 编过诗经 他提倡一种人格美 他认为人是异与情受的 人出一淡饭 乐在其中 人是谋道不谋食 住在一个比较差的楼卷里面 楼室里面 但是人可以乐在其中 他说道德要高于本能的欲望 孔子也很欣赏自然美 他说知则乐水 人则乐山 意思就是说 那个知者知会的人 他能够通勤达理 就像水那样 到处的流动 而没有阻碍 而那个能义的 爱人的那样的人 他对于意理 是非常遵守的 他遵守那些规则 但是他不迂腐 他自己就是按照道理来算成的 就像山一样 像山一样 孔子还认为美的本质就是善 美和善之间的关系 在孔子哪里被解释清楚了 美和善 建立了一种秩序 美的本质 在苏格兰那里 美的本质是自由 在孔子那里 美的本质是善 美的本质是自由 就有一种配奔 就一种反格式化的内容在里面 而美的本质是善 有一种改革的 调和的 改进的 思想在里面 所以 孔子也很喜欢大脸身体 他叫学生谈谈他们的志向 有的人说我要到大政治家 有的人说我长大以后要做出一方伟大的世界 有个学生说我最大的理想就是七八个人到郊区去冲游 带几本书唱三歌 孔子就说了 你们谈的这些里面 我最喜欢就是到郊游的人 我和你们一起去吧 这样的人 既有伟大的志向 又从来不是生活的乐趣 这个呢就是孔子和那个苏格兰那里呢 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区别 他们之所以产生了那么大的区别呢 问题不在于他们的个人 而在于他们什么 他们对西方的文化和对中国的文化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按照苏格尔里的这样的模式下来 西方社会产生了很多的智慧型的英雄 早先的有亚历山大 后来的有拿破仑 一步合马史诗 谈的不就是英雄主义吗 以及英雄主义怎么转化为浪漫主义的 这种征服下英雄培训 出了不少哥伦布 亚历山大 拿破仑这样的人 阿家门龙这样的人 但是在这样像极限冲击的时候 往往忘记了和谐 忘记了那个他人 但是孔子这样的一种训练呢 他是增进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增进了中国文化的厚度 提高了中国人民的知识 培养了中国的集体精神 对于创建一个和谐的东方来说呢 那个孔子这个思想是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的 所以我们从这么一个情况来看 我们看到当我们追溯世界到现代发展的时候呢 我们追溯中国文明 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源头呢 确实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们刚才呢 已经讲了 那个对古代的两个伟人的追溯 一个是孔子 一个是顾拉迪 他们都在对他们的那个世界 在秩序进行了一种深思 那么到了现代化的时候 到了那个全球化的文化里面呢 我们也必须讲两个现代人 他们对于现代社会的一种思考 一个是比较早的人叫康德 另一个人呢 是比较上个世纪的人 叫做汤英比 那么 所以我们这第三个问题要讲的呢 就是关于人类的思考 一个呢 就叫做康德 与汤英比的比较 首先呢 让我们来讲讲康德的一些理念 康德我们大家都知道 他是个伟大的哲学家 他的一生就在一个小城里面 但是他的思想是非常那个伟大的 最重要的一点 他是思考过 能力活着的目的的一个人 他对历史学有影响 那么康德呢 他要我们要讲的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他的历史哲学是什么呢 他说历史是 人类学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是康德 关于人类历史的一个看法 为什么说历史学就是 人类学的一个部分呢 他是有理由的 康德的理由之一呢 叫做反对本能欲望说 和以前的苏格拉底一样 认为人不同同意其他的动物 人是有理性的 动物才是本能的 动物一切活着都是追求物着 所以动物那种追求叫做本能欲望 那么既然是人 人追求的当然是更多的一些东西 追求文化生活 追求精神生活 追求对未来幸福的向往 所以呢 人就不是本能的 人假如也发展了本能欲望 那人类一定要经历危机 把人类导致毁灭 好在人是有理性的 这样来说呢 所以我们要说 历史呢 是伦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么我们继续来探讨人的位置了 人的位置康德认为 就在神和动物之间 神比人高 动物比人低 人处在神和动物之间 人有一种自由意志 往上走走就变成圣徒了 就变成天使了 往下走走就变成动物了 人的这样一种地位呢 从哲学上来说呢 就是人既具备理性 又具备动物性 但是人应该有一种 想法 就是要对人的动物性 进行批判 也应该对人的理性 加以弘扬 人并不能像动物一样 把自己所有要的愿望 都说出来 只能向动物靠拢 那是不对的 因此人呢 这个位置呢 是很微妙的位置 既有理性 又有动物性 但是如何发扬理性 一直能有动物性 这是康德所要说的第二点 康德 历史哲学 就是伦理学不可 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的 另一个要点呢 就是说历史发展 就是从动物性 向理性的发展 这个概念非常明确 历史是怎么发展的呢 按照我们说法 历史是 从奴隶制 向封建制转化 从封建制度 向资本主义转化 或者我们说 从古代向近代转化 从近代向现代转化 历史是从一个不风雨的社会 向一个风雨的社会转化 历史是从一个什么 是从一个不文明的社会 野丸的社会 原始的社会 向文明社会的转化 但是康德也提出了 他自己的标准 就是历史发展 就是从动物性 向理性的发展 这种发展 实际上是预示着 道德的发展 是有阶段的 可以分阶段来含量的 原始社会 奴隶社会 那个时候 人的道德比较低下 但是到一个文明社会呢 人类社会是从低级 向高级演进的 人的道德情操 也是从低级阶段 向高级阶段发展的 这就是他想说的话 康德还想说的一句话 就是历史进化 就是人性的进化 历史无非是人性的 不断变化而已 但这变化不是每方向性的 而是进化 历史怎么通过 人性的进化来发展的呢 就是历史从一种 个人的历史 转变为集体的历史 那个职业在集体里面 在整体系里面 你才能找到规则性 一个人可以毫无规则的生活 两个人可以毫无规则的生活 但是一个人群呢 一个文明呢 一个国家呢 一个制度呢 它就具有很严的规定性 规则性 也就是人的理性 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呢 康德又认为 那个理性 也就是人的天性 也就是自然规则 也就是自然法 所以呢 历史就是人类 完全按照自己的 天赋目标发展 也就是说 能有一种天赋的目标 就是人是朝着自己的 天性所赋予你的 天赋目标发展 而这种发展 只能在总体里面 整体里面来实现 在历史的过程里面 来实现 这一句话呢 说明了两层意思 一层意思呢 历史就是 是发展的 完全就是 从个别到集体的发展 但这种发展 又是符合人的天性的 这是一层意思 第二种意思呢 这种发展呢 不能从个别性里来考虑 只能在总体来考虑 只能在过程中来考虑 那么历史是 人理学的不可读 缺少的一个部分呢 还意味着 人类的发展目的 和自然目的性的统一 既然已经谈到了 自然 有自然的目的 人由人的目的 但是人的目的 朝理性的方式发展 就会和自然的目的 相同一 自然的目的 就是自然的规律性 和历史的规律性 那么康德认为 历史的规律性 只是整个自然界 规律性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么人有人的目的 自然发展 有自然发展的目的 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 来制定计划 来发扬自己的自由意志 来实现自己的个人目的 但是人最后 只是不知觉地 实现了大自然的目的 人的目的 就是实现大自然 那个天赋 自然的天赋 也就是自然假人之手 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这句话很奥妙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人有一种自然天性 自然的天赋 就是要把自己的潜能 发挥出来 以便实现自己的天赋能力 而这正是自然的 狡猾的集成 这就是自然要假借 人类之手 来实现这个目的 假如人和其他动物一样 只是每天想着吃 想着穿 追求的是一些本能的欲望 那样呢 人和动物就没有 什么差别 但是人有一种 天生的天性 就是要把自己的天赋能力 充分地发展出来 这是人有别 其他动物的地方 也是自然的 因为人有这样一根 愿望呢 就使得自然的 借助人类 而实现它的目的 所以这就是自然的 一个看不见的手 被一个 后来被一个 德学家黑格 黑格就认为 这就是理性的狡猾 所以在康的那里 这叫做自然的狡猾 在黑格那里 这叫做理性的狡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